日前花莲县社会处邀及全县的各妇女会理事长 针对县内各妇女会未来的规划成长课程 才艺活动等事宜进行交流与沟通 共同商谈未来的规划 由县长徐真卫主持 期盼7月开办妇女大学 提升家政与才艺艺术美感等智能课程 让妇女朋友们都能够活出精彩的生活 针对县内各妇女会未来规划 妇女成长课程 妇女智能班 才艺及办理活动等事宜 花莲县府社会处日前邀及全县各妇女会理事长 共同商谈未来规划 由县长徐真卫主持本县妇女会联系座谈会 进行交流沟通 包含花莲市瑞穗玉里等妇女会接出席 花莲县妇女会理事长林春美表示 县内各妇女会姐妹热情相挺 是领导社团的动力 未来也将循着长青大学的脚步开办妇女大学 并预计在7年7月开课 将会提供提升家政与才艺 艺术美感等智能课程 让妇女朋友们活出精彩的生活 县长徐真卫感谢每位妇女会理事长带领会员们 将人生能量运用到需要的地方 乐于服务 乐于分享爱 分享温暖 期盼众人整合各部门资源 链接各妇女会资源 将社团过及社区 儿童 老人 汇聚众人之力 华莲县县社会处长张艺华表示 未来县府会持续陪伴大家 并针对各个妇女会需要进行协助 也期盼各社团蓬勃发展 会晤顺利 记者长帮页华林师报导